大家早 在現在早上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天氣狀況來說 冷嗖嗖的 最主要受到了東北季風的影響 這東北風從禮拜一的情人節開始下來 隨著華南的水氣帶的東移之下 在情人節的早上到中午的時候 雨的部分來說 從北到中部地區都有 但到了下午以後 雲層量已經逐漸減少 因為北方的高壓逐漸南下 帶進來乾燥的冷空氣 華南的水氣帶 也逐漸離開臺灣的上空了 所以在禮拜二這一天 北部地區 東半部地區 因為是銀封面的關係 雲層量仍然偏多 但在中南部呢 雲層量減少 陽光要開始露臉了 那當然白天的氣溫 會略微的上升一些 不過早晚的溫度 還是比較偏涼 我們來看到彩色雲屠了 雲屠上面可以注意到 在禮拜一的時候 整個華南水氣 東移的影響之下 江雨的狀況 在這嘉義以北都有出現 這雲層呢 在週一的時候 影響到臺灣上空 但到了週一的下午到晚上 已經逐漸的離開之下 雲層量減少了 但是銀封面的北部 跟東半部地區呢 因為地形的關係 所以仍然今天呢 在這臺北的東邊 東北角地區 基隆 宜蘭 還有北花蓮 仍然有些局部性的 江雨的狀況 那北方的高壓 很快的速度 由西北逐漸的往南移動 我們再來看到地面天氣圖了 地面圖上可以看到 北方高壓逐漸的東移 帶進來的冷空氣 在週二這一天仍然比較偏強 但目前看來到了週三 冷高壓逐漸 東移進入到北韓之後 我們的冷空氣的強度 略微的減弱 禮拜四整個冷空氣 完全釋放完畢 接著到了禮拜五 在這江南到華南地區 形成另外一道封面 再度逐漸東移 不過目前看起來呢 華南的水氣帶 會是在週五到週六 時候整個發展起來以後 逐漸進入臺灣的上空 接著禮拜天 西北下來的冷高壓強度更強 目前預估在週日晚上的低溫 整個中部以北 大概就只有在十一度的低溫 再加上水氣的影響之下 這個週休假期 倒是在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有降雪的機會出現了 所以這個禮拜的冷 大家要把握一下 因為把握什麼呢 因為這個冷的感覺到了 二月下旬之後 開始就逐漸的要減少 因為陽光都已經開始照射到 我們北半球 溫度緩慢在上升了 我們來看看這今天的天氣狀況了 外島地區都是天氣晴朗 早晚溫度偏冷 白天的馬祖仍然溫度偏低 但臺灣本島部分 往北走往東走 有短暫雨出現 往中部南部走 陽光露臉 但你也可以注意到 南來北往的溫差 大概就有四到五度左右 小叮嚀 兩件事情要提醒 外出穿著方面 要注意保暖 尤其早晚的時候 高山夜晚有誤 山區活動的朋友要注意 oo 居然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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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